外面下着雨一鸣一胶穿白色雨衣 站在黄网线中间疏导车辆 突然间一辆蓝色货车从他左边出现 完全没减速直接撞上去 男子当场往前喷飞倒地不起 其他同事看到这一幕全部吓到赶快上前帮忙 车后地点就在商业园区停车场出入口的前方 每到下半时间车流量变多 就会有一胶站在这里指挥交通 被撞的是51岁的夏新男子 日前在新北中和工作地点上班 时间从下午5点半到7点半 当时已经快要可以下班 结果被一名货车驾驶撞到 送医抢救宣告不治 警方实施酒册 肇事驾驶没喝酒 工程是因为车窗起雾 看不清楚路况造成意外 死的家属听到噩耗相当悲痛 一定要注意安全 199岁还很少 现在一点都不等事 只知道他爸走了 下雨天加上寒流来车内车外温差大 挡风玻璃容易起雾 这回驾驶没有开除雾功能 视线不佳引发遮其死亡事故 悲过是致死罪侦办 一如往常出门上班却再也回不了家 留下还在读小学的孩子 恐怕再多赔偿金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爸爸 TVN新闻徐国恒黄敬芬新美式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